美国副国务卿什尔曼8月12日下午在国务院会见了新到任的中国驻美大使秦刚 国务院在一份简短的声明中表示 什尔曼欢迎秦刚来到华盛顿 他回顾了上个月在天津与中方官员讨论的议题 并且表达了美国致力于持续对话的意愿 秦刚7月28日抵达美国华盛顿 结束了自前任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于6月23日卸任之后的空窗时期 秦刚当日发表讲话表示 中美作为不同历史文化 不同社会制度 不同发展阶段的两个大国 正在进入新一轮相互发现 认知和调试中 寻求新时代彼此相处之道